菁力冒充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 Gilin eSummit 2024第一天的議程 Gilin eSummit 從大概十年前開始舉辦 每兩年一次 中間2022年空了一次 所以今年好不容易重新啟動 很感謝大家都願意來參與 以及討論大家關心的事情 所以我簡單做開場 Hello and welcome 今天是5月4號 首先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網路Wi-Fi 在右上角 Wi-Fi的ID跟密碼 請記得使用 這邊我們大會提供的Wi-Fi 不要連到中研院 自己提供的院內的網路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得知中研院 這一棟場館的網路 今天正在維修中 所以如果你們連到他們的Wi-Fi的話 應該會無法使用 所以記得要連我們的Wi-Fi 那簡短的自我介紹 我叫吳博敏 彭明5 在社訊裡面 他們可能叫我PM5 那個數字的5 就是我的姓氏的諧音 然後我是2013年開始參與G01 Summit 然後也是今年的總招 最重要的事情是 請大家一起維護社群守則 我們的社群守則是G01社群參與者 應該致力於一同維護一個優善 而且無騷擾的環境給每一位參與者 無論其性別 性傾向 年齡 身心理狀況 外貌 族群 信仰 政治立場 以及技術偏好 還有在任何研討會線上線下的活動中 使用還有性暴力與歧視的言語會議項 甚至在 包括在黑客松 研討會講座 工作坊 聚會 社群媒體 聊天室等等場域 甚至在Source Code圓碼以及各種文件裡面 都是不恰當的 簡單來說就是請大家共同彼此尊重所有的參與者 在大會網站上面也有今年的社群守則的全文 在各位報導的時候所使用的OPASS的APP裡面 也有這個社群守則的全文的連結 所以請各位花一點時間點進去看 然後了解一下我們在這方面的重視跟強調 那G01是一個社群 所以G01 Summit是社群主辦的研討會 它可能跟一些學術的研討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各位是第一次來參加G01 Summit的話 有一些簡單的指示跟建議 第一個是希望大家動起來參與 就是G01的研討會不會只有大家坐在地下廳 在聽的時候你們手上每個人都有電腦 這邊每個座位都有電源 然後我們的網路非常順暢 請大家在線上積極的參與 第一個可以參與的是共筆 在網站上面或者是你們的OPASS的軟體上面 可以看到議程的全部的內容 在議程的內容裡面 像這張圖裡面 你點進每個議程的話 可以看到那一場議程的共筆 這個共筆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編輯的 所以不管你是用手機或是用電腦 只要連進去就會知道HackMD HackMD上面你會看到一個寫作的文件 所以除了你以外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在上面一起打字 那這是我們大家做共筆的方式 還有參與的方式 再來是提問 我們的QA是使用Slido這個系統 所以你不用等我講完話才舉手發問 你可以在我一邊講的時候有問題 就登入進去Slido把你的問題記帶底下 或者是對別人提的問題進行投票 我們在每個議程結束之後 會選出比較受關注的問題 優先來讓講者回答 再來是翻譯 G0B Summit作為在亞洲舉辦的會議 許多時候共同的語言必須使用英文 但是在這邊也有很多的講者使用的是華語 所以我們有即時口譯 今年的即時口譯是使用YouTube的連結 那請大家拿到這個連結之後不要外流 那這個連結會在各位的新鮮通知裡面 如果你們有收到的話 點選那個連結就會開啟YouTube 然後那個YouTube可以給你華語或英語的對照的口譯 那使用的時候請戴著耳機 另外在會場裡面也有使用UD Talk 它是一個機器翻譯的軟體 它會自動辨識講著講的話 然後把它翻譯成你所選擇的語言 不管是日語或韓語 所以你們應該會在會場裡面 可以找到一些實用的指南 來幫助你開啟這個 你所在的議程的UD Talk 協助你了解我們的討論的內容 再來是G0B Summit的議程 不是全部都是由我們安排的 有一些空格下來是給各位決定的 第一個是UNCONF UNCONF的辦法是請到前面三樓的 也就是這個會場外面 你們上樓梯以後會場外面那邊的白板區 在那邊可以填寫提案單 然後把提案單貼在白板上 並且你們的Badge 你們報導的時候使用的Badge上面有貼紙 你可以用那個貼紙替每一個人的議程投票 那明天中午的 明天10點以前截止就不能再提案了 明天中午我們會統計票數 把得票數最高的議程 排進我們接下來的議程的時段 讓大家可以自己的參與 再來是閃電獎 閃電獎的意思是在明天下午 議程結束之前的最大的一個活動 顧名思義他非常的迅速 每一個人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上來之後就要開始講 五分鐘包含你set up你的投影片的時間 五分鐘到了我們就會把螢幕關掉 然後就請你下台 然後請下一位講者上來 歡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點以後 到白板區去提案你想要報的閃電獎 閃電獎的方式不是用投票 是先到先贏 所以如果有很想要講的議題的話 請盡早去那邊排隊 然後最後一個希望大家在這邊做的事情是多聊天 除了在現場以外 跟隔壁座位不認識的認識的人聊天 很重要以外 如果你習慣在網路上聊天 GDV有slack 是一個線上的聊天群組 如果你沒有加入的話 他的網址是join.gdv.tw 那你填寫一些資料之後 就可以登入GDV的slack 那推薦裡面有兩個頻道 你可以先開始follow 一個是summit 一個是selfintro 用來介紹你自己 那另一個是 也歡迎各位在社群媒體上面 多多說明 多多tweet 或是發表自己在這場活動裡面的所見所聞 那不管你是用Twitter或X 或者是Macedon 都可以 那我們推薦使用的hashtag是 GDV 或是GDVsummit 或是GDVsummit2024 好 那最後講一下 我們在這個開放而安全的環境裡面 希望大家不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會議室裡面禁止飲食 包含這間很大的會議室 還有左右兩間比較小的會議室 都請不要飲食 如果要飲食的話請到外面 第二個是 這張照片有點暗 戴紅色警神的人不要拍 就是這張照片是錯誤的示範 他帶著紅色的警神 我拍了他一張照片 但是請大家在這邊 尊重每個戴紅色警神的人的意願 拍照的時候盡量不要拍到他們 然後第三個是 再重複一次社群守則 基本上的原則就是不要騷擾別人 感謝大家 那最後我講一下 非常感謝這次的活動的合作夥伴 讓我們得以順利的舉辦 他們提供了許多資源和幫助 首先是中演院法律所資訊法中心 他們慷慨的提供場地 還有無止境的協助 尤其是在這場長達一年的籌備過程中 一開始就加入我們合作夥伴 讓我們非常的安心 第二個是Access Now 這是這次Summit最重要的議程協力 它不只帶來了許多重要的議題 跟國際的講者 而且也在經費還有許多地方上面 提供了協助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Access Now 在經過了幾年的研議之後 終於成功順利的來跟我們合作了 再來要感謝的是 Josun團還有Open Cultural Foundation 這是GinV長期的夥伴 Josun團本身就是GinV的 定期黑客松的唯一的舉辦者 也是最重要的社群的基礎建設之一 Open Cultural Foundation 讓我們支持所有的台灣的開放社群 能夠定期舉辦的研討會 非常感謝他們 這次還有許多Supportive的Organizer 包含Wikimedia 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包含HackMD 提供線上公平的服務 包含UD Talk 提供線上的翻譯的服務 另外我們也很感謝MDI 美國民主基金會 還有Luminate 還有台灣資訊研究中心 還有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ClickClack 還有MECA 還有網路行動有限公司 還有優生研究基金會 每一個這些贊助的單位 都是過去也曾經贊助過Genevee Summit的朋友 很高興這次 再次看到他們對於社群的支持 好 這就是簡單的開場 那我接下來就要介紹 今年的Summit的第一位 Keynote Speaker 劉智欣 可以請智欣上來 Keynote